来看看新闻网 开幕时候的第二天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迎来了明星最多 活动最密集的一天 就连冯小刚也感叹记者们的辛苦 只是记者们忙不停蹄 剧组却不给力 呼声最高的画皮2 继续未能最终合体 主创人员只来了个杨幂 费祥和陈炎佳 加上之前杨幂要参与电影 大武当的新闻发布会 以至于画皮2 拖延了一个小时才开场 所以现场怨声不断 没了赵薇周迅 只有一个新人陈炎佳 杨幂当仁不让地 成为了媒体追赌的对象 虽然在画皮2中 她只饰演一个配角 但面对不给力的手印发布会 杨幂还是一个人挑起了大梁 分别是因为其实角色上的延续 只是周迅的是小维的角色的延续 那我在戏里面跟她对手戏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她的宠 我是她的崇拜者 其实就是 在生活中其实也是 所以她就不用说了 我就可以一直跟她学习 我刚刚也说了 那薇姐就是这次很遗憾 在戏里面没有对到戏 但是生活中大家经常就聚在一起 包括昨天在开幕式的时候 也一直在底下跟她聊天 就是像大家想象中 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想法 都是很纯粹 很干净 然后很热情的人 就跟她们相处一点压力都没有 反而她们会教我很多东西 除此之外 第一次出演电影的费翔 也兢兢业业地赶到上海 为画皮2站台 试图为星光暗淡的发布会 挽回些人气 我相信就是看画皮2的时候 我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观众一定会说 哇 晒得怎么会这样子 可是呢 就是过了一两分钟之后 就应该是会忘掉了 就是费翔了 然后就是完全进入故事 还有呢 就是到了最后的 这个打斗的这场戏 他们应该是最担心的是 这个人 我们到底要怎么把这个人搞死呢 这是特别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 有了画皮2 阵容残缺的宣传教训 昨天下午 P's英雄之全面开战剧组 在上海举行盛大的首映发布会 所有剧组主创成员 黄渤 张又廷 观影 戴力人等一众主演出席 阵容之大堪称绝无仅有 而黄渤和赵又廷更是当众挽起暧昧 以地下情人来称呼对方 而这股暧昧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之后的采访时间 就连赵又廷的现任女友高媛媛也开始躺着中枪 这边是男人间以地下情人称呼对方 那边索性玩起七年之痒 昨天由胡哥安以轩主演的微电影《喜宴》 在上海召开了盛大的媒体发布会 据悉此次是两人继《仙剑奇侠传》后的再次合作 活动上场 胡哥还不忘调侃一下 安以轩称两人终于没能忍住七年之痒 就是我们终于没有忍住七年之痒 然后到第八年我们要再次就是相见 我觉得再度合作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插出来 然后一定会烧成熊熊烈火 从影多年 胡哥与不少女星都有过合作 之前他就公然承认与林英辰的合作最为默契 但此次为了电影博宣传 胡哥立即为安以轩证明 当场给了他另外一个最高的地位 但是林英辰是最默契 但是安以轩有另外一个最的地位 是什么最的 什么最难舍 这边胡哥安以轩上演难分难舍的穷瑶剧 那边邓超为了电影恨不得变身福尔摩斯 昨天武侠电影四大名补在上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导演陈家上主演邓超 刘一飞 邹兆龙 吴旧波 江一燕细书出席 主办方为吸引眼球更是将一宗离奇的 无头案出现在了发布会的一角 于是邓超在现场开始了他的 无厘头破案 你让我闻闻 我狼 狼 狼 狼养的 等会啊 香炉 笔墨 我开了 您来的笑语啊 我太低了是吧 我太高了 我开他们的一个 开了 这个有有香味 女人的味道 您的意思是 女人犯的可能是最大 当然 一边无里头 一边女气地撬着兰花纸 看来邓超为了电影卖作 还真是豁出去了 相比之下 这次既不带着电影 也不用为老公的影片宣传的徐帆 就显得轻松很多 昨天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亚洲新人奖评委媒体见面会 在上海影城举行 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是徐帆首次出任 亚洲新人奖评委 没有票房的压力 这次徐帆真的成为了徐老师 只谈电影艺术的他 更平添了不少学院气息 我觉得这个上海电影节的 这个项率特别好 因为它让年轻的导演 或者制片人什么的 就是电影新的电影 有机会 有这么一个平台 因为你 每一个新的导演 他如果老师跟很熟练 很成熟的导演 一起去做这种理教 你觉得他 对他来说有些委屈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上海电影节的 一个特殊影响 电影节电影扎堆 仅开幕第一天 就有18场影片发布会 也难怪各个剧组 为了争票房而尽其所能 只是票房毕竟与口碑相互相成 所谓的博眼球寻出味 充其量是电影的饭后甜点罢了 艺术 很棒的 都 可 这 我 我 啊